有一個女生是學校的校華 她在國中 她要衝回教室 然後給我那個測驗紙 叫我寫下我的即時通 那後面就是有 日久生情 就變成愛情 所以她就是我的初戀 我跟演藝圈結束 她其實是蠻小的時候 但是我姐姐是在我愛黑社會裡面 那我國中的時候 我就去接她錄影 那這座人好像看到我就 問我要不要一起當黑社會妹妹 我覺得覺得很誇張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就是中性打扮 然後我就說 不行 我不要穿裙子 之後就收到他們通知說 他們可以 訂做一條短褲給我 所以我就是妹妹裡面 唯一穿短褲的 一個禮拜 有一天可以不用上課 就可以錄影 我覺得很好玩 但後來發現我不適合 因為我也不太會講話 第一次接觸拍戲 是跟小弟老師 她的副導在吳明 找一個比較中性的女生 這邊是小弟老師的辦公室 有一部電影褲馬在主要女主角 不知道願不願意來試鏡 我就馬上問媽 然後這個小弟老師是誰 她很有名 而且都拍的作品都很厲害 都得獎 然後就想說去試試看 她叫我演螢幕就是 我躺下來一起常看到鬼 我就躺下來 我頭就是隔著那個枕頭 我沒有躺下 小弟老師說為什麼 我說我這個頭髮抓了半個小時 我不想用壞 然後老師就傻眼 對 她說她覺得我像一個白子一樣 好像很天真 然後沒有什麼心機 身外就有那個角色對不對 他一直找那個眼 對 因為她覺得我很有赤子之心 然後又像白子 好像就是沒有社會歷練的人 這樣比較好被操控 國中不知道妳的性向嗎 我其實一直都不會覺得我的 不會定義我的性向是什麼 國小我記得一畢業 我就去剪短頭髮 就剪到那麼短 從超級長到屁股 然後直接到很短 因為我很喜歡運動 我一直覺得頭髮很妨礙我 剛好我的中性打扮 那時候轉到國中 就滿 一些女生會追求我 然後 有一個女生是學校的笑話 她要衝回教室 然後給我那個測驗子 叫我寫下我的即時通 那後面就是有 日久生情 就變成愛情 所以她就是我的初戀 就是一個女生 可能很多人會說 到我第一層我是T 但是我其實聽到也不會 我會覺得我就是T 我沒有那麼舒服 我覺得我就是女生 因為我也會 又喜歡過男生 又喜歡過女生 我是看那個人的靈魂是什麼 不是性別器官器官的結合而已 所以你喜歡女生是媽媽可以認同嗎 她都跟我媽說是我的朋友 然後半年後她說 早就知道 你們就在一起啊 有什麼不好說的 她還滿開心的啊 她自己也是啊 她最近 對 她追求者超多耶 我說有時候很羨慕她 就是看她的訊息什麼的 一堆小鮮肉 而且還長得滿帥的 她應該跟妳年紀才是多小鮮肉嗎 對 有一些還比我小 會嚇到我 都不知道他們看到我 知道叫什麼 我也常常說媽你不要被騙 很多帥哥年輕的 萬一騙你錢怎麼辦 萬一總要是妳 可能我最 我已經到這把年紀了 我就騙他們才 他們才把他小心